《创富激發點》 歡迎收看星期一的《創富激發點》 我是鄭麗儀Christy 今天請來的嘉賓是黃德基 Dicky 你好 Christy 你好 大家好 繼上星期港股大升近1800點之後 雖然今天行指低開 最終都是升了 收市升了87點 收報24964點 成交再過千億 今星期升勢可否持續 還有會否有獲利回套 大家都很擔心這個問題 升了1800點的升幅裏面 當然利好的消息很多 首先說遠一點 美國推出量化寬鬆第二步 QE2又6000億扔出來 其實這6000億是買他們美國的長債 但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一個所謂利差交易的活動 是相當活躍的 大家都會保持著美元弱勢 就去借美元 借完美金 借完美金 然後就搶下其他貨幣 到處投資下 因為相信這個美元長期弱勢的關係 令到這個量化寬鬆的計劃 就會令到其他不同的市場的資產價格上升 這個就是基本面 過去都分析過很多次給大家聽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量化寬鬆QE2一出來 美元繼續散下去 一如之前兩三個禮拜 跟大家的預期 美匯指數彈到七十八 就彈回一宴 接著又跌過下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看到我們的港匯升得很強 去到七點七五 差不多這些位置 就是迫近強方保證 換句話說 可能我們很快又聽到新聞報道 可能Christy日晚報新聞的時間又會說 資金不斷流入 港匯又偏強 金局又出了美元沽盤 銀行看的結余又增加了多少 往往聽到這些說法的時間 通常股市都會一定是有個上升 原因很簡單 就是錢來香港做甚麼 當然是買股票 因為流動性比較大 所以這個因素已經是支撐了股市 當然如果過去從技術角度來說 現在恒指去到一個新的台階 之前突破了一個短期的長方營 現在2,400已經有初補一個挺好的支持 當然去到2,500又有少許阻力 暫時都是這個2,500 就有些阻力 2,400應該又可以讓得住有少許支持 即是在看年底 會不會很多人都說去到2,600 其實看到現在的數字都很接近 都很逼近 不爭幾 如果你說技術上 看回歷史 恒生指數 當時在07年10月30日 見頂的31,958點 開始調整下來 由一個支持位 率先有一個反彈 25,861點 所以如果你說從技術上的角度考量 牛市三期完結之後 第一個紅市反彈在那個位置 我相信暫時25,800都會有一個阻力 始終對於中資成份股 尤其是恒生指數成份股 例如建行、公行等等 第一,累積升幅都很龐大 今天連農行都追上 第二,現在倒掛都越來越嚴重 雖然A股都很快地追上 但始終H股仍然比A股貴成兩三成 這也反映到我知 基金對於港股的取態 是相當之進取 在第四季 之前這些基金一直都不夠貨 到真的明顯出現一個突破 就唯有急急追回貨 對沖基金看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不會讓你們買便宜 他們又加入來一起追 再加上衍生工具對沖活動 令到星石火上加油 不過我覺得暫時的25,000 可能需要在這個平台上整一整股 除非匯控、中移動那些 已經落後了藍籌股 再上一步向上 和A股升多一點 改善倒掛關係 否則暫時 以過去的星勢 剛才你也說了 Christy也說升了1800點 你回託是有機會出現的 不過我暫時覺得 24,000已經挺好支持 其實講到不斷升 今天看到零售股也不斷升 可能臨近年尾 零售市道就暢旺 特別是一些珠寶店 好像是周新生 謝瑞倫 陸福等等 今天都升了5%至8%左右 升幅都很厲害 其實他們會否還繼續不斷升 還不能追 還是還是賺了一筆 先離一離場 少住 我會覺得零售股炒了幾轉 剛才你提及過一些 珠寶首飾的零售商 其實除此之外 英皇珠寶這些 過去我都有推價股份 都累積很大勝負 如果你說現價來講 值不值得再去追 因為金九雲11個概念 之前一些零售金色 中標的股份炒了上來 現在近這段時間 又說炒聖誕概念 不斷持續 但事實上 看回香港的零售消貨值 以至到他們個別公司公布出來的營運數據 的確是挺理想的 所以我都會覺得 香港的零售股 除了賣珠寶首飾 中標以外 賣三個好像IT 之前都已經累積了數二倍的升幅 我會覺得短線的強勢有機會繼續 但如果有投資者 一直都之前都沒有買這一類股份 也都未賺過這一類股份的升浪 我會覺得現在 自己的適宜非常少住 因為累積的升幅都挺龐大 普遍剛才你提及過的零售相關 珠寶、中標、首飾相關的零售股份 預測市連累都已經去到二十多倍 其實股值就不是太低了 所以我都會覺得賺錢 現在你說在這個水平 最適宜就是上移指責位沒有貨 我想就只少住 不適宜太進取